下一位我們請高路移用委員 咨詢巡查時間15分鐘 謝謝院長 有請蘇院長 請行政院蘇院長 院長午安 您先看一下這個圖 首先院長你還記不記得 下一張 你還記不記得在2013年4月20號的時候 那時候在東海岸有一個行動叫做不要告別東海岸 本期希望如果時光機真的能夠存在 請把那個時候堅持捍衛東海岸的蘇主席 帶到此時此刻的立法院院會質詢台 與本期共同質詢現在的蘇院長 也就是您 4月20號這個不要告別東海岸 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因為在東海岸有非常多的開發案 在我們原住民族的土地正在大肆的這樣的一個開發 而這樣的開發造成了東部的居民以及原住民族的這樣的一個傷害 我們對於土地永續的發展 從過去幾千年來都一直朝著就是保護永續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呢那時候有非常多的開發 尤其是美麗灣的開發造成了很多的居民的反彈 而蘇院長您那時候也在這個現場也發表一個言論 就是不要告別東海岸的徒步行動 開始行腳 而希望能夠保留東海岸的美景拒絕不當的開發 同時您也表達了 就是在東海岸蘭語和廢料的議題 堅決反核守護部落的行動 您說幾所不欲物施於人 您當時說的話真的非常感動人心 因為蘇院長 你把東海岸每一寸土地每一個人民 這50年來正在承受無法言喻的傷痛跟苦楚放在你的心裡面 那現在呢我希望蘇院長以及這個列席台上的所有閣員 跟委員席上的所有委員們 我們作為政治家作為政治工作者 我們必須堅定我們的信仰 在每一個崗位上我們都應該思考的是 如何在我們唯一的家園 台灣得以得到這個永續的發展 留給我們的下一代美好的台灣 時時刻刻反省 每一位從政者在過去所說過的話 每一項的決策 每一次簽署的這樣的一個文件 還有從政的初衷 但是呢 院長 最近3月初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 您上一次去都蘭部落對不對 都蘭部落在東河鄉 在往北成功鎮 有一個開發案在積灰海岸保盛開發案 而這個開發案呢在3月1號動圖 2005年的時候 保盛水族生態園區 它環評送件 2007年 那時候環保署公布了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就是說 它的技術規範告知這個評審委員 如果有裡面的規定的時候 應該要在這個環評的審查的時候 把相關的資料提出來 院長 2007年到2009年 保盛這個水族生態園區 有5次的審查會 可是呢 在那個時候我們發現了 在這個沿岸有非常多美麗的珊瑚 而這些珍貴的珊瑚 有環保團體要求要做海下的調查 可是這2007年到2009年 這5次的審查當中 都沒有進行海下的調查 院長你會不會覺得 都已經有這樣的資料 不管是觀光局 主管機關或是環保署 都應該有這個責任 進行相關的調查 院長你認為呢 各位報告 因為這個案當初在審查的時候 這個所謂這個規範病還沒有出來 而且他並不是直接臨接到海邊 所以當初並沒有要求他照這個來做 但是現在有提出這樣的一個 如果有3月8號的時候環保署去會刊 還是認為這個環評沒有問題 院長您記得您的初心嗎 如果有不當的開發 我們應該有適時適當的機制 來解決他的問題 院長 我對於環境保護始終堅持 應該做的是我們都依相關法令規定作業 那這個案因為是一件 因為我第一次聽委員提 所以這個案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要請相關部會來了解 我現在沒有了解這個內容 也希望院長您帶回去檢討 因為這個開發案已經在動工了 它已經影響當地的阿美族居民 阿美族族人的生活還有生存 好再來花蓮新城雅泥礦產 對於就是三下的RU部落的傷害 我相信院長也非常清楚對不對 從雅泥開始在這個花蓮新城山的時候 開採這個水泥礦的時候 那時候每天在榨山造成底下的山下的居民 每天都在活在恐懼當中 那我們的礦業法 從2016年審查到現在 已經出委員會正在等待協商 裡面有一個條文是環保團體 覺得這一次的審查非常重視 也覺得是非常大的一個里程碑一個進展 就是礦業的這個礦權的展延要經過環評 請問院長您認同嗎 這個法現在還在立法院裡面嗎 沒錯這個是立法院以及行政院經濟部的共識 院長您認同嗎 法如果是在貴院審議 我們都尊重貴院的審議職權以及相關的 所以您也尊重您也認為就是亞泥還有就是這些老舊的礦場 他們都應該要經過環評 應該作業怎麼樣的程序 現行相關法令都有規定 那如果是草案在貴院審議中的哪些法條的法案 我想要知道院長的立場 尊重貴院的審議 好 現在我們就不談這個礦業法 我們來談環評法 環評法這個修正條文裡面 也有相關的環評的這樣的一個開發的行為 那請問一下署長 有關於就是礦權的展現 是否也應該進行環評 我想如果它符合我們所謂 虛實施環評的認定標準 那當然需要實施環評 好 院長我為什麼要這樣問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條文要增加這個環評開發的行為 包含礦業權的展現也應該進行環評 或者是老舊的環評它的退場機制 如果遇到有珍貴的這樣的一個生態 是不是應該要有這個變更或廢止環評審查 結論的這個機制 再來增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角色 如果要選水下調查 這時候相關的機關 不管是這個交通部觀光局 或者是有關於這個環保署 都應該對於這個環評資料 要有積極公開跟調查的責任 還有 有關於這個環評審查結論的效期 老舊的環評過了10年 2009年的這個環評案 到了2019年 居然還是可以繼續使用 好 這幾個問題 其實已經在你們2017年9月20號 預告的環評法修正草案裡頭 請問一下院長 您知不支持你們環保署預告的環評修正草案呢 如果有法案是由行政院會通過 我們行政院的立場就要支持 如果法案是在貴院審議 那貴院審議的結果我們都會遵照 現在預告的版本您知不支持 現在 可是我要請院長 因為我想要知道 2013年的蘇主席還在不在啊 不是 跟委員報告 2017年9月20號 預告的環評法修正草案 請問院長您知不支持 還是你要推翻這個草案 我現在不知道是哪一個草案 以及草案的內容 這個我不了解 我講的就是這個草案裡面的幾大重點 也是針對我們現在所遇到的開發案 所面對的問題 在這個修正草案可以解決 你們已經預告了 但是呢環保署在這邊一直拖延 沒有送到你們行政院審查 請問院長您的態度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案預告就是要徵求大家的意見嘛 所以在預告的過程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提出來 我只要知道院長您知不支持這個版本 所以我這樣子可以解讀 現在的環保署 跟現在的蘇院長不支持 2017年9月20號預告的版本 好我下了這個結論 好下一題 我想喔 剛剛回到剛剛上一頁 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這個也是回應這個院長 很愛講的這個邱吉爾講的話 我們要偉大 偉大的代價就是責任 您前面說過的話 我們都記得很清楚 但是您現在對於東海岸的開發 你卻視而不見 好 這個你不能做這種結論 我並沒有這樣講 那您請你回去看一下環兵法的修正草案 好再來就是有關於 太陽光電回收機制 我們這個經濟部說要在2月的時候上路 可是呢 現在已經3月了 這個太陽能板這個回收機制 到底出現什麼問題 環保署能源局還有經濟部這邊 到底討論了如何 我想跟委員報 這個部分我們跟能源局已經達成共識 也合作的機制 就是由他現在依照這個發電的鈍勾費率裡面 那麼先來 所以現在是要用瓦數 發電的瓦數來收費嗎 目前是這樣 但是為什麼我這邊有資料 就是你們也取得一個共識 目前太陽廢棄太陽能板的回收處理機制 正由環保署經濟部分別 就其業管的範疇 沿你這個回收的政策 輔導國內合格回收廠商 提升回收技術 然後由第三方機構任這個回收平台 可是呢 現在延宕的問題 恐怕是你們叫做收費的時候 然後讓這個業者覺得是重複收費 你清楚這個問題嗎 我想沒有重複收費的問題 因為現在從鈍勾費率裡面收 那麼我們跟能源局合作 是我們會去推動後端的回收的機制 不會從後端推動回收 而是從鈍勾費率 鈍勾費率收費 那回收機制有我們的後端 那這個已經定案了嗎 已經差不多了 那如果我們收費的機制建立之後 那就不會在鈍勾費率裡面收費 回到我們臉上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鈍勾費率就是最終的 這個組裝業者要去負責的嗎 沒有 目前是依照這樣的機制來收費 那你覺得現在 在這個有關於太陽能這個產業 他們的聲音是什麼嗎 事實上有廢棄的東西 本來就必須要處理 這大家都非常清楚喔 今年在這個東京的這個再生能源大展 是全世界三大展之一 他今年就討論就是回收機制 可是我們台灣回收機制都沒有建立起來 造成了我們現在要推動能源政策 推動不起來 要推動循環經濟也推動不好 我希望就是環保署跟經濟部 能源局能夠共同討論 還有跟業者 還有跟這個環保團體共同討論 找出一個合適的機制出來 因為現在就是重複收費 那你要馬而好又要馬而不吃草 這個必須檢討 無獨有今天 這個我們會討論 今天環保署有一個會議 會有一個會議喔 因為有關於綠能產業 創能就是太陽能板這樣的一個部分 儲能的部分 也在今天討論這個費率的徵收 結果我想問一下這個院長 我們徵收這個費率 它是徵收什麼 徵收污染物 還是徵收全部的商品 那個委員 你講道理說是對 現在不知道你質疑的方法 哪個地方不對 請多指教 我請破壞 我一定要來好好做 好 好 能不能請高路移用委員 您再用書面的跟環保署來質詢 然後再拜託環保署能夠書面答覆 高路移用委員的一個書面質詢 好 謝謝高路移用委員 我們可以向快樂 我們首先讓我來自行 才能好 lus秒